在老公那找不到爱怎么办 我们先明确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就是爱真的是要来的不是等来的 这个大认知你要先接受了 如果没有这个认知 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会是无用功 这个事我相信可能有人又会说了 我要了呀 给他提需要了 也主动去找他了 可他还是对我冷淡不配合 上次我在直播的时候 直播间就有粉丝问这种问题 说想去找老公一起吃个饭 他说你别来了 还要平时让老公倒杯水 他就是不到的 为什么会这样 今天我们来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现在请你们回忆一下 你让老公做什么事情 他就是不配合的时候 你是怎么表现的 是不是生闷气 或者他说两句 然后呢就不了了之了 好 我再请你换位思考一下 你如果是你老公碰到老婆 生闷气了你会怎么做 不要说我会去哄他 我跟你们说不会的 他只会什么都不做 你不要说我会去哄他 我跟你们说真的不会的 你只会什么都不做 因为你根本发现不了老婆在生闷气 什么是生闷气 就是自己气自己一句话不说 也没有任何动作对不对 那他看到你 就是没事的状态呀 我不用倒水 你自己会去倒呀 我不让你来 你就真的不来了呀 你们发现没有 你一声不吭的生闷气 其实是在帮他解决问题 他希望的 不就是不给你干事情 你别烦他吗 所以当他不配合你的时候 你自己开始类号 其实给他的是一种正向反馈 他发现 只要拒绝你 你的一切反应 就都郑重他下怀了 那你说他下次 是不是还会拒绝你 这就是他越来越不配合你 拒绝你能带你的根源 那你的感觉呢 就是他对你越来越不赖反 不在乎 找不到他对你的爱了 你想要逆转这种状态 我上次直播的时候 也是给你们演练过的 他不让你去 你就要问他 你说我老公 为什么不能去呀 我就是要跟你吃 下雪的第一顿饭 他不给你倒水 你就说 哎呀你给人家打我吗 我就是想喝你倒的水 当时很多人说 做不到 太掉价了 太难了 好难为情啊 还有人说 这样没用会被拒绝的 总之就是找了 一千个一万个理由 各种主观猜测 就是不行动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你一定要知道 男人和女人 对爱的概念 是不一样的 你觉得他不爱你 但他觉得 给你的爱足够了 我之前一直在直播的时候 就强调 女追男隔成杀 纳成杀意捅破了 你先去捅破了 先去行动了 他拒绝就拒绝了 然后你就继续做 继续缠着他 他是你老公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而且男人很多时候 拒绝你表现得不赖反 不是说他多烦你 而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他不适应他在逃避 你就继续问他要 爱知了他要 他就是会给你的 因为对男人来说 被需要 其实就是对他最大的肯定 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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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应